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徐爾主 今次我開箱一職 日本製的疾化鐵鍋 現三豬 這個品牌 我在網上買大約七百多元 除了主體那隻鍋之外 還有一套清潔鍋的用品 包括這個用碼模做的刷 和納米清潔布 這隻鍋的直徑是三十六cm 是這個系列最大的尺寸 疾化中華鍋 據稱不會那麼容易生鏽 因為經過特別的處理 按照說明書的開鍋程度 首先用清水和洗血精 清洗一下這隻鍋的內和外 這隻鍋在出廠之前 是已經經過好徹底的清潔 裡面的鐵粉應該存量不太多 這類的鍋存熱快 用來炒菜 比較有鍋氣 和它很輕身 容易操作 炒在菜上來 更加有鍋氣 清洗完畢之後 用廚紙徹底抹乾這鍋 跟著開中小火 慢慢燒熱這鍋 將這鍋的水分 徹底燒乾 用一塊肥豬肉 慢慢在這鍋裡擦出油份 說明書上寫著 不要用大火 因為會令到這鍋 色澤不同 影響外觀 我建議大家 用指甲夾著肥豬肉去擦這鍋 千萬不要學我這樣做 因為你們未必受到一種熱力 大概擦十分鐘左右 已經可以 這鍋已經充足吸收油 填滿了微細細孔 等鍋攪涼後 用熱水清洗鍋 千萬不要用洗潔精 因為會洗掉油份 再用廚紙抹乾 開中小火 將鍋徹底烘乾 然後關火 下適當油 用一塊廚紙 將油份 充分均勻 抹勻全直鍋的每一個部分 最後放過夜 第二日直鍋 就可以拿來煮菜 今天這個開鍋的示範 就完成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你給個like我 分享出去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請您